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初孤技术 传播农业科技经营知识 大律培育新型职业农民 观众朋友大家好 这里是农广天地 拱棚三季没得种 农民瞪眼干着急 废弃军棒堆成山 技术能人把现迁 在北京市通州区的永乐殿镇 一些农户已经开始有组织 有规模的在本该空闲期的大棚里 种上了蘑菇 这种蘑菇香味浓郁 似杏仁味道鲜美如鲍鱼 它就是人们常说的杏鲍菇 它们在提高了土地利用率的同时 还让废弃的军棒有了去处 发挥了它全部的能量 今天我们就来具体的了解一下 工厂化杏鲍菇 按技术来讲通常只进行一次出钩 今年我们通过技术的研发与摸索 已经形成了这个二次出钩的技术条件 这杏鲍菇二次出钩技术 其实就是把工厂里出过一次钩 含有30%至40%养分 消耗了许多水分的军棒 交给农民朋友 在秋冬春三季定制在拱棚里 排好军棒 埋上土 浇上大水 让军棒充分吸水 要再次复土 均丝才能恢复生长 并从土壤中吸收养分 长出蘑菇 杏鲍菇二次出菇 一般能采收两到三朝蘑菇 让农民朋友增收致富 在拱棚里定制杏鲍菇 生长条件没有工厂里好 长出的杏鲍菇在外形上 也有一定的差别 工厂化栽培的杏鲍菇 此实体较大 菇饼粗壮 长度在20厘米左右 骨感较小 而在拱棚里进行二次出菇 长出的杏鲍菇 只是体小一些 菇饼白色 长度5至10厘米 菇盖较大 浅褐色 虽然杏鲍菇的外形变了点 但口感却没有变 要在拱棚里定制军棒 长出杏鲍菇 就必须要了解 它对光照温度的要求 在光照方面 杏鲍菇菌丝生长 不需要光照 菌丝纽结 形成菇类 此实体生长时 需要的光照很弱 白天 光照在200至500勒克斯时 生长良好 超过这个光照范围 此实体会生长不良 杏鲍菇属于低温菇 菌丝生长温度 在5至27摄氏度 最适合温度 23至26摄氏度 此实体生长温度 在5至18摄氏度 最适合温度 12至16摄氏度 5至10摄氏度 此实体生长缓慢 在拱棚里 20摄氏度以上 容易产生畸形菇 病害 虫害等现象 根据杏鲍菇 对温度的要求 在拱棚里 该核实定值 优适合在哪些地域 推广二次除菇技术呢 在秋季 当拱棚外 白天最高温度 不高于23摄氏度 日平均气温 在15摄氏度左右 就可以定值 杏鲍菇菌磅了 由于在拱棚上 加盖了遮阳网 阻挡阳光 并用通风口 通风降温 白天棚内最高温度 能够控制在 20摄氏度以下 适合菌丝和子尸体的生长 冬春季节 当棚外夜间最低温度 上升到0摄氏度左右 棚外土壤解冻 在拱棚里 低温也会上升 一般不低于5摄氏度 把拱棚的通风口关闭 进行保温 就可以定值菌磅了 这时温度虽然低了些 但菌丝能够生长 达到了初孤的温度要求 从定值到杏鲍菇采收完毕 一般在60天左右 农民朋友要提早定值 尽量避开棚内低温和高温阶段 根据杏鲍菇对温度和定值采收期的要求 杏鲍菇二次初孤技术 适合在我国北方地区推广 南方地区 在靠近南北分界线的区域 也能推广二次初孤技术 但大部分地区冬季温度较高 时间较短 不适合推广二次初孤技术 这到了适宜种植的区域 我们再来看一下 对于拱棚还有哪些要求 首先为了防止病害 要选择有蔬菜轮座的地块 最好是杀瘾土 保水量高 还有就是不要离杏鲍菇工厂太远 要方便运输 有了拱棚 要想定值杏鲍菇 还是要提前做好一些准备工作的 根据杏鲍菇对光照的要求 在拱棚的四周 要照上遮阳网 最好选用遮光率 在95%左右的遮阳网 在拱棚上面 还要装有微喷头 能够进行喷水增湿 增加空气和土壤湿度 对于棚内土壤 农民朋友要根据自身情况 有条件的 每亩地可以施入 1000至2000千克 辅出农家肥 杏鲍菇呢 除完一朝菇以后呢 营养有些损耗 要施一点肥 达到增产的作用 施完了肥 要对土壤进行翻耕 深翻25厘米左右 翻耕之后 打开通风口 通风降湿7天左右 降低土壤湿度 立于挖定制棋 这棋面的宽度 要在1.3米左右 方便采收性保固 深度在15厘米左右 挖完定制棋 只需要在棋面上 撒一些生石灰 就能起到杀菌消毒的作用 撒完生石灰 就可以定制性保固菌棒了 定制菌棒前 要确定菌棒 没有被杂菌污染 菌棒要呈白色 把高约20厘米的菌棒 去掉塑料膜 菌棒上残留的菇根 菇垒要去除干净 不然吸水后会腐烂 产生病害 定制菌棒时 没有出过菇的一头要朝上 这一头营养较多 出菇质量好 菌棒之间 要保留2到3厘米的距离 保证那个距离呢 不让菌丝长在一起 长在一起 那就是出菇的这个数量就少了 菌丝连在一起 容易出现几个菌棒的营养 集中供给一个群生的子食体 周围不再生长性宝菇 排好了菌棒 要先覆盖一遍土 把土敲碎 覆盖在菌棒上 厚度在2至3厘米 把大些的土块霸掉 然后要浇一遍大水 水要浇足 让土壤吸水 填入菌棒的缝隙里 浇完了水 为了保证菌棒的湿度 要再次覆土 这次覆土土壤要充分敲碎 要更细一些 大一些的土块 也要挑出 另外 还要掌握好覆盖厚度 厚度太小 保湿性差 菌棒容易落落 出菇量多 但养分分散 菇体个头小 品质差 厚度过大 菌丝缺氧 出菇量少 产量低 经过摸索 一般覆土厚度在2厘米左右 出菇量和品质比较好 覆完土还要在极面 搭建一个小拱棚 一般高度在50厘米左右 在这片树林底下的拱棚里 农民朋友们 有覆盖透明塑料膜的 有覆盖黑色塑料膜的 也有因棚外树木遮阴 不搭建小拱棚的 那么 到底该不该搭建小拱棚 又该覆盖哪种塑料膜呢 搭建小拱棚 其实可以形成一个局部小环境 起到保湿 夜间保温 增加二氧化碳浓度的作用 这样有利于杏鲍菇的生长 避免夜间温度低 菌丝和紫实体生长缓慢 菇体变干发黄 菇帽过大 菇饼过短的现象 前面我们提到过 白天在200至500勒克斯的弱光照下 杏鲍菇生长良好 因此覆盖黑色塑料膜 能够形成弱光照环境 适合杏鲍菇的生长 那么 该选择多厚的塑料膜呢 这还要由小拱棚里的光照强弱来决定 我们从哪一份报纸 在棚里能看清楚这个报纸的 五号字的大小 表明光照强弱是够的 根据这个方法 在遮光率95%左右的拱棚里 老赵一家子 在初估的漆面上 赶紧补搭小拱棚 盖上厚度0.01毫米的黑色塑料膜 对于一些没有树木遮阴 或者遮光较差的拱棚 在小拱棚里 要是连报纸上的标点符号也看清楚了 说明光照还是偏强的 可以带厚一些的塑料膜 如厚度在0.04毫米的黑色塑料膜 搭建完了小拱棚 这些军棒就进入了军丝恢复期管理 军丝恢复生长 一直长到军棒表面长出绒毛状的军丝 就是性暴固二次初估的军丝恢复期 由于定制时浇足了一次大水 覆盖黑色塑料膜 起到了土壤保湿的作用 因此这段时间不用再浇水 此时没有形成性暴固子尸体 小拱棚一般不用掀开通风 不过要让军丝恢复得好 控温工作可不能忽视 前面我们提到过 温度在23至26摄氏度 最适合军丝生长 不过在拱棚里 可不能按照这个温度来管理 在拱棚里温度达到20摄氏度以上 军棒温度过高 军丝死亡 发生烧菌的问题 经过摸索 在拱棚里 白天温度最好控制在18摄氏度左右 最高不要超过20摄氏度 这样的温度军丝生长虽然慢一些 但能够避免烧菌的问题 每天中午11点到下午3点左右 温度高时 可以打开通风口降温 温度低时 关闭风口保温 经过10到15天的军丝恢复期管理 军丝扭结 形成孤雷 就进入了初孤期管理阶段 从孤雷出现到生长出的新鲍菇采收结束 是初孤期管理阶段 一般在50天左右 在初孤期要做好湿度管理 温度管理 小拱棚通风管理 和病害防治 四个方面的工作 做好湿度管理工作 能够避免烂菇与病害 以及菇体缺水发黄的现象 首先我们先来了解一下 拱棚里的空气相对湿度 湿度在70%至90%之间 是核性保固的生长 当空气相对湿度低于70% 可以微喷一分钟左右增湿 空气相对湿度高于90% 可以打开棚门或者通风口 形成空气对流来降湿 下面我们再来了解一下 小拱棚里的土壤湿度 经过摸索 土壤湿度在20%到30% 菌磅含水量适中 适合性保固的生长 那么该如何判断土壤的湿度 合适呢 一般情况下呢 我们就是用土 抓一把的土 手粘成成团 松开一手以后呢 它能完全地散开 保证呢 土壤湿度呢 在20%到30% 如果您松开手它散不开 说明土壤湿度达到40%以上 土壤湿度过大 菌丝缺氧 菌磅容易腐烂 这时就要先开小拱棚通风 并根据拱棚内的温度情况 合理打开棚门 或者通风口 降低土壤湿度 当手捏土壤不成团 松开一散 说明土壤含水量过低 菌磅容易变干 需要及时给土壤补水 可以用微喷器来喷水 喷水要少量多次 连续喷雾五分钟左右 过道有积水了 可隔一小时左右再喷 这样水分能通过土壤 给吸收进去 在小拱棚的阻挡下 避免了直接在星宝菇上喷水 产生烂菇 病害的现象 一般经过两到四次喷雾 可以再抓一把土 进行观察 湿度恢复了 就可以停止浇水了 除了湿度 温度管理也是初沽的关键 由于初沽最适合温度 在12到16摄氏度 与菌磁恢复期相比 温度要控制的稍微低一些 所以要严格的观察 通过空气对流来降温 如果降温效果不明显 特别是拱棚内温度超过18摄氏度时 可以打开两侧的通风口 形成大一些的空气对流来降温 温度降低时 可以关闭两侧的通风口 和棚门进行保温 入秋以后 在天气较冷时 只要夜间棚外温度不低于零下五摄氏度 白天在零摄氏度以上 土壤不上洞 还是能出零摄氏度 能达到出零摄氏度 不过 在白天还是要做好增温工作 促进性暴菇的生长 白天拱棚内最高温度 低于10摄氏度时 可以在晴天 把迎着阳光一面的遮阳网 打开一部分 每天大约是在上午11点到下午2点之间的 保湿遮阳网 撩起来 太阳光能照射进去 起到增温的作用 下午2点左右 还要把遮阳网放下 遮阳网有一定的厚度 也能提到一定的保温效果 在出雇阶段 小拱棚可不是一直盖着磨就可以的 还要进行通风管理 盖上塑料膜 可以增加小拱棚里的二氧化碳浓度 有利于性暴菇均饼伸长变粗 均改变小 品质好 不过 在长时间的盖膜缺氧条件下 此时体生长不良 会影响产量 因此 可以在每天中午气温高的时候 掀开塑料膜 进行通风换气 一般通风2到3小时 到了下午 就可以放下塑料膜 进行保温了 星暴菇在二次出雇时正处于秋冬春季节 虫害很少 并且拱棚内白天最高温度控制在20摄氏度以下 病害也很少发生 不过 不过在旗面上经常能够看到一些白色流状物 没有骨盖 有些还形成破口 里面呈水字状 灰褐色 因此在初孤期 农民朋友一定要经常巡视 发现病害 把菌磅上受感染的子尸体挖出干净就可以了 不会影响到其他子尸体的生长 另外 这些细菌性的腐烂病害 在小拱棚通风不良 拱棚里空气相对湿度过大的情况下 很容易发生 在白天温度较高时 要加强对小拱棚通风换气 和拱棚的通风降湿管理 经过初孤期10天左右的生长 就可以采收杏宝菇上市销售了 采收杏宝菇最好在中午 小拱棚通风的时候 当发现菇饼长度在10厘米左右 菇盖比菇饼的直径较大 就可以把杏宝菇从底部切下 每朝杏宝菇的采收工作 要持续5到6天才能采收完毕 要收大留小 尽量避免伤到小一些的杏宝菇 每朝杏宝菇采收之后 要把残留的菇根从筋棒上剔除干净 盖好土 厚度在两厘米左右 根据土壤干湿程度 合理喷水 让土壤湿度保持在20%到30% 利于下一朝杏宝菇的生长 采收完一朝杏宝菇 要经过10天左右的初孤管理 才能采收下一朝杏宝菇 采下来的杏宝菇 销进泥土就可以上市销售了 如秋以后 如果农民朋友定制晚了 当夜间棚外温度低于零下5摄氏度 白天土壤上洞 棚内土壤低温 也会低于5摄氏度 这时候还没有采收完杏宝菇 该怎么办呢 这就要进行月冬管理了 月冬之前 要把大一些的杏宝菇 都采收掉 较小的子尸体 菇根要摘除干净 避免发生腐烂 之后 把罗路的菌棒 用土盖好 在月冬阶段 菌丝处于休眠状态 这个时候呢 是无法出谷的 就需要把这个棚呢 进行封盖 保证那个菌棒 能够及时这个月冬 外边的渣瓦放下来 避免那个墙的光照 里边那个棚膜呢 一定要盖盐 用土 棚膜那个角都压实了 这样能够避免 其面水分蒸发 菌棒变干 保持湿度 把拱棚的封口和棚门关闭 就能顺利跃冬了 到了冬春季节 棚外温度和棚内地温 达到了定制菌棒的要求 可以通过微喷补水 让土壤湿度恢复到 20%到30% 就可以再一次出谷了 在秋冬春三季 在原本该闲置的拱棚里 通过杏鲍菇二次出谷技术 让这些出过一次谷的军棒 长出了味美鲜香的蘑菇 提高了拱棚的利用效率 为农民朋友们带来了实惠 增加了收入 好的观众朋友 本期农网天地就是这些内容 如果想了解更多的信息 请您登陆中国网络电视台进行查询 感谢收看 再会